我正在四川成都一个叫大一县的地方 这次计划是来拍两个农场 然后因为下雨嘛 那今天就上午 正好农场主还有一个很大的有机草莓棚 我就决定发挥一下原来农业编辑的一个本职工作 然后尝试人生的第一条片子送给我 因为我觉得草莓这个东西 大家应该都还蛮喜欢的吧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草莓 那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呢 这种草莓的品种叫做红颜 你会发现这种水果的 这种草莓的果形特别的好看 而且其实摸起来有一点点硬硬的 所以这种草莓就会在春天的头一波上来 因为第一个它很适合做造型 然后第二个呢 它也比较能够远距离的运输 所以你能够在网上 特别生鲜店商上能够买的大部分都是这种草莓 在口味上呢 红颜这款草莓就会酸酸甜甜一点 它不是完全纯甜的 所以如果种的好的红颜 就是我们说风味非常的浓郁 就是它是油酸极甜 然后浆果的气息非常的明显 那反过来如果红颜种的不好 那红颜草莓就会变成一种又硬又酸 然后寡淡的水果就只能看 不太好吃 就是我们所谓叫种看不中吃的那种水果 今天这家农场煮的有机草莓 我已经试过了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 我们来摘一颗吃一下 因为今天上午工人刚刚收过一锅 我走的这条道上草莓不多了 我们现在来摘一颗草莓哈 看到 这个草莓应该就是几张 啊 成熟的 可美草莓的样子很早看 好我们来试试看它的味道 它真的算是我这两年吃到过风味最好的红颜草莓 其实我不是很爱红颜 嗯 我就等我的朋友 刚才说在水果的审美上 我其实很浅薄 因为我就是喜欢多汁的 很甜的没有酸味的这种水果 就好像看女生的审美 我就喜欢这种大眼睛 网红镜啊 就一开始他们让我录Vlog 我是拒绝的 因为 我以前其实是做老师的 我一直在镜头很容易 讲话就像个老师 就是听好了没有 我讲知识点记住了没有 不去讲话 要一直看着我 哈哈哈 它又倒了 我们继续再讲一讲 红颜这种草莓 然后就是因为它比较的酸甜适中 然后果形又比较的硬 所以大量收割以后它的价格就会下来 也很适合用来熬果酱 是草莓的品种里面比较适合 用来做果酱的 我今天等一下晚一点就打算在草莓棚里面做一颗果酱 嗯 应该味道会好不错吧 好 我们待会见啦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就 要去在这里熬草莓酱了 我们在草莓大棚里面 试着熬一次草莓酱 现在已经是下午快三点钟了 也是真的有点饿了 我的手也很酸了 它又倒了 真棒 所以两斤的草莓 我们就要放一斤的糖 走起 就腌着吧 腌个15分钟或是一种不肥 但是草莓有点大其实也可以 用刀给它划一般 你的草莓一旦遇到糖 哇塞 那个香甜的味道有 好香 好香 哈哈 厨娘自带 小木耍 小木耍 来 来 现在呢 我就要把这个脸盆 直接放到 背露上 然后 大概30分钟后 它就会进行烤一下 现在我们来开始 老火酱 那为什么要放柠檬汁呢 很多人以为是要增加酸度 一方面也是啦 调节一下味道 但其实更主要的是因为 柠檬汁是可以让胶脂更好的释放 好那现在我就 让它在这里煮着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它 好吗 往后厨拿了一碗水 不是要什么滴血结盟 是在家里面熬果酱的时候 我怎么判断这个果酱熬好没有 就是拿一碗水 然后呢 我取一滴 给它滴下来看看 是会化掉的 哦 你看熹熹说的它还是化掉的 所以这个果酱还没好 所以我还要再熬 来 我们再来用这盆清水来试一试 哦 看哦 这时候它的红色的那个下去的感觉 跟刚刚那个一下子化开就不一样了 我等我来调整一下镜头 看一下哦 马上来咯 哦 看有一滴像完整的 它不是化开的 好这个时候草莓酱就已经好了 我们现在试试看它现在的甜度 我罐子已经准备好了 好好吃啊 好好吃啊 一整罐草莓酱 从草莓园里直接摘完 然后 坐等 我这次拍完把它带走 好 现在呢 我刚刚盆里还有多吃了最后一点点草莓酱 我要烤两片吐司面包 接到下午茶 它又倒了 每次我现在一说完话它又倒下来 真的是棒棒的 接下来是烤面包的时刻 你看这是只有最后一片面包了 为什么呢 是因为其实前面我已经烤烂了四片面包了 四片面包了 这么快就烧起来了 为什么 这跟我想象的很不一样啊 太快了吧这个 完了完了完了 腿累人吗 不行啊这个怎么会这样子啊 它太火太旺了吗 然后我根据前面几片 失败的面包的经验就是要 一直不断的翻身 你稍微只是离开去拿下草莓酱 就有拿到一片黑面包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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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走生 这次好耶完美耶 很完美 完美完美完美 完美 完美了 完美完美的面包片出炉了 我们现在在上面来抹火酱好吗 有点烧不完 好 超美的底部 超美的正面 好 我现在把它吃掉